就是吃到飽的正確順序 記得四個字 沒錯 就是這個順序 對 然後還是有一些小梅干 我們先說湯 為什麼題目說喝半碗湯 其實大概三分之一碗到半碗湯 就可以了 因為如果你喝灌一大碗下去 你會反而稀釋你的胃酸 就會讓你後續的消化反而更難 所以你就是大概先 三分之一碗到半碗 然後熱湯 剛剛馬哥說的對 就稍微暖一下胃 告訴你的胃 開機了 我要開始吃飯了 再來第二個步驟就是吃菜 吃菜的話是幫助我們 腸胃道的益生菌 讓它先吃飽飽 跟它說等一下要上工了 要工作了 幫我們好好的消化 然後第一個選項是 大家最常見的 就是錯誤的做法 就是通常都是說吃 吃到飽先Buffet 先拿牛排 合牛 生魚片 對 拿一整盤 或是吃到飽的火鍋 那個肉盤疊得比你的人還高 當然要這樣 跟大家說就是 我們把它想像成 我們的腸胃道是一個滑水道 然後吃太多肉的時候 你想我們把衛生紙丟到馬桶裡面 它也不是水溶性的衛生紙 它是絲紙巾 你丟一大坨到馬桶裡面 是不是會塞住 會 你吃一堆肉的時候 在我們腸胃道就是這個意思 你後面再倒更多的蔬菜 什麼 它就堵住了下不去 所以你後續就很難消化 再加上我們現在年紀增加 或者是壓力比較大的時候 我們的胃酸 消化酵素分泌會減少 它對我們身體來說 就很像通熱 你通熱到得不夠 你那個衛生 那個絲紙巾更卡住 對 所以才會發現 如果你是這樣子吃的話 就會容易胃脹氣 胃脹脹 或者是你長期這樣吃的話 就會變速變 第三個選項 先吃水果 或者是那種昂貴的冰瓶 就會讓你的血糖快速地飆上來 那你的飽足感就跟著來 那你就更難吃回本了